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10月22日星期二 美国联邦卫生官员表示 麦当劳1⁴牛肉汉堡Quarter Pounder相关的大肠杆菌疫情 已导致至少10人住院 1人死亡 根据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的数据显示 从9月27日至10月11日 科罗拉多州一名老年人因感染去世 还有一名儿童因严重的肾脏并发症住院 49名患者均感染同一种O157大肠杆菌 大多数病例来自科罗拉多州或内博拉斯加州 据CBS报道 科罗拉多州有26名患者 内博拉斯加州报告了9例病例 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各有4例 爱荷华州 堪萨斯州 密苏里州 俄勒冈州和威斯康星州也出现了病例 调查显示 大多数患者曾食用麦当劳的四分之一磅汉堡 调查人员正努力确认是哪种食品成分被污染 美国农业部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州卫生官员 也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CDC认为 切片洋葱很可能是污染源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调查人员 正在核查这些洋葱是否被出售给其他企业 截至目前 CDC和其他健康及食品监管机构 尚未发布任何召回通知 这种O157菌株可能导致严重疾病 并与1993年一起严重食物中毒事件有关 当时四名儿童因在Jack in the Box餐厅 食用未煮熟的汉堡而死亡 在CDC发布声明后 麦当劳的股价在周二盘后交易中下跌约9% 一位牲畜交易员指出 此次事件可能影响美国牛肉期货市场 因对牛肉的需求减少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压力 CDC称麦当劳正在与联邦及州公共卫生官员合作 并已在多个州暂停使用新鲜切片洋葱和四分之一磅牛肉饼 这些产品将暂时下架 大温哥华地区素里不愧是素德里 正在主动积极地把大温的母亲河飞沙河变成印度人的母亲河恒河 据Daily Hive报道 素里市Suri正考虑在飞沙河上建造一个新的特定码头 专门工人在这里撒骨灰 并为纪念亲人的居民们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到目前为止 市政府已经将Brunsville Park公园或素里公共码头 The Suri Public Wolf这两个位置列入备选名单 其中Brunsville Park公园位于帕图罗大桥和天车士博县Expo Line的天桥之间 而素里公共码头则位于Bridgeville Drive 130 Street的最北端 距离帕图罗大桥以东约两公里 这两个地点都在Bridgeville地区内周围是工业用地 但Brunsville Park公园提供了主要的绿地缓冲区 在印度人的传统里 人们相信将侍者的骨灰和骨头放入河流中 尤其是神圣的恒河 可以让灵魂顺利到达来世找到安宁 一是被称为S.David Zajan 前任素里市长迈卡勒姆 Duck M.C. Callum对这个仪式尤其看重 2021年 麦卡勒姆推动建立一个告别花园给大家撒骨灰 2022年 他更是直言批评市政府没有修建一个专门的码头用来撒骨灰 他告诉媒体 自己担任市长期间为修建告别花园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仅和省政府港务局达成合作 还获得了市政府的批准 据City News报道 本周一 10月21日 素里市议会全体一致投票通过了撒骨灰码头提案 预计改造计划将耗资250万至380万加元 而市长Brand Lock表示对此提案的讨论已经遗憾地被政治化了 新民主党候选人迪龙·巴特·迪伦和辛格·Reckner Singh早在2022年就承诺 将会消除人们在痛失亲人后举行宗教和文化葬礼的障碍 新民主党还表示 这个改变将会从素里开始 在全省各地的水域设立骨灰波洒区和场所 是的 大家没听错 如果这个码头计划进行得顺利 或许几年后BC省就能随处看见这类专用码头了 在距离2024大选投票日还有仅两周之际 周一公布的一份有关摇摆州的最新民调显示 副总统贺锦丽在四个摇摆州以微弱优势领先前总统川普 而川普则在另外两个摇摆州稍战上风 此外 在内华达州 两人支持率持平 均为48% 这项由华盛顿邮报沙尔学院进行的民调采访了七个摇摆州的选民 结果显示 贺锦丽在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 宾州和威斯康星州领先川普 而川普则在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有优势 在内华达州 两人支持率均为48% 具体来看 贺锦丽在乔治亚州的支持率为51% 川普为47% 在2020大选中 川普在该州就曾以微弱差距输给总统拜登 在威斯康星州 贺锦丽以50%对47%的支持率领先川普 在密歇根州 贺锦丽的支持率为49% 高出川普47%的支持率两个百分点 此外 宾州的民调结果显示 贺锦丽以49%对47%领先川普 另一方面 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以49%领先贺锦丽的46% 而在北卡罗来纳州 川普的支持率为50% 贺锦丽则为47% 这项民调于9月29日至10月15日期间 对7个摇摆州的5016名选民进行 误差范围为1.7个百分点 多伦多市政人员周三公布了一项拟易条例的新细节 计划要求那些驱逐租户以翻新房屋的房东 向政府申请许可证 并向需要被驱逐的租户提供额外的经济补偿 若提议获得通过 这些新规将从明年开始实施 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希望该条例能遏制多伦多的非法驱逐 据CP24报道 该条例是借鉴了汉密尔顿市制定的类似条例的元素 汉密尔顿市最近成为安省第一个通过条例要求房东申请翻新许可证的城市 作为多伦多拟易新规则的一部分 该市的房东需要申请租赁翻新许可证 并且他们必须在发出N13中止租约通知后的7天内完成此操作 房东们还被要求在申请此许可证之前 先获得建筑许可证 而且必须将翻新许可证 张贴在出租单元门上 工作人员表示 要获得装修许可证 房东必须提交一份由符合条件人士开具的报告 说明装修或维护工作非常广泛 因此需要整个单元控制 而要获得许可证 房东需要为每个出租单元支付700加元的费用 此外 市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推出一系列新措施 以保护租户免遭驱逐 根据该报告 新条例将要求房东制定一项计划 为选择返回其单元的租户 提供租金相似的具有可比性住房 根据拟役的条例 如果租户需要在此期间自己寻找临时住房 则房东需要每月支付租金差额 Rent Gap Payments 以弥补临时住房的房租差额 根据拟役的新规则 选择不返回单元的租户将获得遣散补偿 按照市政府的定义 因装修需要驱逐 是指房东以需要空置出租单元进行装修或维修为由非法驱逐房客 工作人员建议该条例于2025年7月31日生效 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适当的教育和沟通工作 根据CNBC的一项分析 前总统川普的税改方案可能会为大约9320万美国人提供全部或部分所得税豁免 这占美国选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但他同时提出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变向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竞选期间 川普提出了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 包括一系列所得税减免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正式提议取消小费 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加班费的所得税 上周川普还在接受体育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将考虑为消防员、警察、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免税 如果实施 川普的所得税豁免可能会影响进一纳税人 社会保障署SAD数据显示 每月大约有6800万美国人领取社会保障福利 而根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估计 到2023年 约有400万美国人以小费收入维持生计 此外 根据老兵部和国防部的数据 目前全美有1860万名老兵 有130万名现役军人 还有80万执法人员 以及约50万领心的消防员 总体而言 川普的计划可能会影响多达9320万人 他们至少可想部分所得税豁免 在2024年有资格投票的2.44亿美国人中 他们的比例约为38% 这个总数还不包括可能享受加班废税豁免的人 鉴于川普提议及与税收豁免的纳税人群体之间可能有所重叠 总数可能会有所不同 CNBC指出 这些税收豁免是川普更大愿景的一部分 即从所得税制度过渡到他所说的强硬关税政策 川普承诺对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进口产品征收20%的普遍关税 其中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的关税 然而税收专家并不认为关税收入足以弥补豁免所得税产生的收入缺口 无党派的税务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师沃森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这种算法行不通 他说川普的关税将在未来10年增加约3.8万亿元的收入 远低于所得税同期带来的约33万亿元的估计收入 一家初创科技公司近日发现 ChatGPT可能会被欺骗为用户提供详细的犯罪实施建议 涉及从洗钱到向受制裁国家出口武器等非法活动 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ChatGPT是否具有充分保障措施 以防止其被用于协助犯罪的质疑 挪威公司Strice进行了实验 向ChatGPT提出了有关特定犯罪的请求 在上个月的一项实验中 ChatGPT提供了如何进行跨境洗钱的建议 此外 在本月初的另一项实验中 ChatGPT列出了帮助针对俄罗斯企业规避制裁的方法清单 包括如何避免某些跨境支付和武器销售限制 Strice的软件致力于帮助银行和其他公司打击洗钱 识别受制裁的个人并应对其他风险 其客户包括普华永道挪威分部 Strice发言人表示 潜在的犯罪分子现在可以通过ChatGPT等生成是人工智能工具 比以往更加快捷 简单地规划他们的非法活动 OpenAI发言人对此回应称 我们在不断改进ChatGPT 旨在阻止故意欺骗系统的行为 同时保持其实用性和创造力 我们最新的模型是迄今为止最先进和最安全的 在抵抗生成不安全内容的企图方面 其表现显著优于此前版本 分析称 虽然互联网早已为人们提供了获取如何实施犯罪的便捷途径 但生成是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显著加快了查找 解释和整合信息的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 OpenAI向公众推出ChatGPT四个月后 根据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 在去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ChatGPT使人更容易理解并实施各种类型的犯罪